2024年5月,内娱男演员热度TOP20 5月的娱乐圈很魔化啊,没想到最后一天了,又发生很多大事件,让小文不得不重新提取数据再分析 那本月的热度男演员们都是谁呢? 让我们继续从热度事件再播剧集,商务代言这三个方面来全面解析一下吧 数据截止日期,2024年5月31日 TOP20,张颂文,本月热搜上榜21次,总话题阅读量3.4亿 凭借着慢综艺,灿烂的花园,本月我们的书圈顶流张颂文也是话题不断,热度不断 硬生生地挤进了全市小生们的热度榜单 豆瓣开分8.2,三天播放量过亿,作为小熊老师张颂文的专属综艺 灿烂的花园,借张颂文搬家的契机,记录他和朋友们建造一座花园的故事 自然,真实,松弛,温暖,是喜爱这档节目的观众给出的关键词 纳英和张颂文他们家的小狗那一段,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是要给人家洗澡,就是要善了人家 看到最后,直接笑不活了 TOP19,范城城,本月热搜上榜23次,总话题阅读量4.7亿 本月范城城的热度来源也是综艺,他居然有四个综艺同时在播,不愧是那余四大显眼包之一啊 代言方面,本月范城城新增一个代言,总代言数已经高达22个,在00后小声里一记绝尘了 TOP18,于是,本月热搜上榜27次,总话题阅读量4.9亿 5月6日,于是主演的民族剧《我的阿勒泰》上了央溢黄金档 6月又即将接荡庆于年二在央巴黄金档重播,可见这部剧的含金量之高 不得不再次感叹,于是的团队太会选剧了 目前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已上升到了8.8分,也是今年节制,口碑最好的作品 接下来他又要和费祥、侯文元、纳燃等合体风神团终了,可见是继续为后续的风神一二步预热 代言方面,本月他又新增了两个代言 虽然于是的流量并不大,但是有着后续电影资源的加持 目前是被商家们很是看好的流量小声,短短走红不到一年,上升商务已高达15个 TOP17,王阳,本月热搜上榜5次,总话题阅读量5.7亿 凭借追风者沈图男一角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让王阳在5月的最后一天热度暴涨 暴涨的原因并不是入围,而是他的入围引起了王一博粉丝的不满 原因也能理解,可能粉丝们预想到了王一博不一定能入围最佳男主 但却没有想到,男主没有入围,而剧中的南尔王阳却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白静廷主演的《南来北往》中 而后续有网友晒出疑似白玉兰的追风者报名表 显示王一博与王阳都报名了白玉兰 结果最后是白玉兰选的王阳,而王一博落选 事事非非,还得看各方后续的反馈 TOP16,张灵鹤,本月热搜上榜20次,总话题阅读量6.3亿 张灵鹤本月出镜率很高 除了正在播出的《狐妖小红娘》 她正在拍摄的一部叫做《爱你的电视剧》热度也很高 这可是张灵鹤时隔三年终于走出横店的一部线偶剧 看路透,大长腿,宽肩窄腰,时尚感满满 另外,她最近在新综艺开始推理吧 与迪丽热巴莫名的CP感,也是缺了一波粉 风和日丽,要不要这么甜啊 商务方面,身材高大,长相英俊 张灵鹤这几年的时尚资源不要太好 上个奢牌合作刚过期,5月14号 Gucci立马安排张灵鹤伦敦看秀,并推封时装男士 本月她,新增了4个代言,总代言数量更新为12个 TOP15,吴磊 本月热搜上榜13次,总话题阅读量6.8亿 吴磊的旗友词里又来了 去年的北江片是那么的治愈 今年的瓦努阿图片,也是让人心生向往 吴磊的Vlog没有那种很纷杂琐碎的东西 不焦虑,也没有内耗 就是慢慢悠悠地和他一起骑行 一起看看大海,看雪原,看碧波,看火山 就是很舒服,一种从内而外的疗愈 去年央视就认证过吴磊的旗友词里很温暖 今年人民文鱼又真情实感地点评了一通 可见,这种能给人力量的正能量偶像 在内鱼才会走得长远啊 另外,吴磊有可能要搭档朱一龙 出演管虎芯片东极岛的消息 也引来双方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商务方面 本月吴磊也新增了一个油漆类品牌代言 无论质量和数量都属于头部队列 可以说,吴磊积极阳光的正面形象 也是他能拥有顶级商务的原因之一 Top 14 魏大勋,本月热搜上榜27次 总话题阅读量8.4亿 自从去年在《我的人间烟火独美》后 明明还是那个显眼包 但网友们在看魏大勋突然就自带滤镜了 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 目前,魏大勋依然是综艺影视两手抓 本月他不仅参加了明星大侦探 奔跑吧,魔方新世界 还和郭麒麟,毛不易 一起常驻湖南卫视的一档旅行探索真人秀我们仨 Top 13 刘雨宁,本月热搜上榜26次 总话题阅读量8.7亿 刘雨宁也是一位多期发展艺人 影视方面 他本月有一部清代传奇剧《天行剑》上映 口碑不错,热度却并不理想 但刘雨宁卓不凡这个角色 还是拿下了本月中旬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Top 6 还有一部与李依童合作的古偶剧书卷《一梦》 也在本月开机了 综艺方面 他也参加了《开始推力吧》 与迪力热吧 张灵鹤的同框互动 也引发了不小的热度 那刘雨宁一直被称为内娱活人 他的直播也一直是单口相声般的存在 有粉丝说眼粉、歌粉、剧粉、直播粉、事业粉 在刘雨宁这边什么都不用操心 你只管享受这份快乐就OK Top 12 李线 本月热搜上榜20次 总话题阅读量10.8亿 这是被李线硬控的一个月啊 本月初 春色季情人收官 那李线也凭借着极具性张力的表演 让陈迈东这个角色 一举拿下本月第一周 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Top 3 月末 李线随着降原动剧组出征嘎那 一身黑色西装 周正阳光 李线就是很神奇啊 单看看眼睛鼻子 都不出彩 但是只要站在那里 从来就没输过 就是硬帅有没有 那我们就恭喜李线被评为 嘎那最佳着装 和嘎那电影节最时尚 亚洲男艺人 看来世界的审美是一致的 Top 11 龚俊 本月热搜上榜53次 总话题阅读量12.4亿 月末 狐妖小红娘上线 对打庆于年二 显然还是败下阵来了 目前来看 对比该剧微播之前的一致看好 甚至代曝小生小花们纷纷加盟 甘愿作配 这部剧现在的局势 着实有点始料未及 虽然东方月初这个角色 也拿下了本月下旬各大角色热度榜单 Top 3 但龚俊想要依靠这部剧稳住流量 很难 那本月 龚俊也应品牌方邀请 出征了嘎那电影节 他在红毯上的表现依然保持水准 大方得体 也是荣获本届嘎那最佳着装 那商务方面 本月龚俊也新增了一个代言 总数为16个 依然强劲 Top 10 王鹤蒂 本月热搜上榜25次 总话题阅读量12.5亿 那除了上面说过的魏大勋 范诚诚 显眼包兄弟里还有一个王鹤蒂 他本月的综艺表现也很亮眼 50公里桃花物 说唱梦工厂 目前来看 毋庸置疑 王鹤蒂已经身内于顶流 他拍戏商务活动太多了 他居然还能参加这样一档综艺 可见这位哥们对说唱是真爱啊 这又让我想起了 他那首红遍海外的魔性洗脑音 那他也有一部正在拍摄的电视剧 黑夜告白 也是热度非常高 Top 9 张艺兴 本月热搜上榜39次 总话题阅读量14.7亿 随着电影传说的定档 和张艺兴2024世界巡演的开启 张艺兴本月的热度也不低 而张艺兴也凭借在孤注一掷中的精彩表现 入围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初选名单 看看他的这段采访 人间清醒啊 受宠若惊 首先感谢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这可以了吧 提了名都已经可以了 我觉得够了够了够了 对对对够了够了 总话题阅读量14.7亿 延续与凤行的热度 零更新的综艺 盒子里的猫 在本月的热度也不低 和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据说在6月也即将在央八黄金档播出 不知道这部剧 一女四男的现代爱情故事 能不能让零更新的事业再次起飞 也是非常令人期待 Top 7 杨阳 本月热搜上榜23次 总话题阅读量15亿 我上个视频还在期待杨阳的电影 这个视频连电影的热搜都找不到了 总之 演员们在选材上 一定要慎重慎重 再慎重啊 否则 近9个月的努力就全废了 前几天还因为电影热度高 连杨阳早几年的恋情瓜 都被拱上了热搜 那现在电影没了 再看看依然挂在热搜上的恋情瓜 还蛮让人感慨的 那杨阳本月还官宣了她的新剧与凌凌 这是一部正午阳光打造的武侠剧 班底很不错 那商务方面 杨阳本月也官宣了一个手机代言 目前总数为18个 依旧处于头部队列 Top 6 易阳千玺 本月热搜上榜35次 总话题阅读量15.6亿 那本月易阳千玺的热度也是很高 同样参与将员弄得易阳千玺 人没去嘎那 歌却到了 也是让粉丝们惊喜连连 那易阳千玺 本月最大的热度来源 则是她参加了文艺志愿者晚会 演唱歌曲 不辞星海 台风稳健 温柔嗓音娓娓到来 真是久违的舞台喜 Top 5 王俊凯 本月热搜上榜30次 总话题阅读量18.3亿 王俊凯 一个平实力追星的大赢家 前脚去了蔡依林演唱会 这又要跑到周杰伦演唱会当嘉宾了 众所周知 王俊凯是周杰伦的迷地 努力学唱歌 学乐器 还每年塔点画蛋糕 为周杰伦庆生 那最让歌迷期待的 应该就是 这首周杰伦为王俊凯打造的 剩下的剩下 演唱会上 俩人会不会来个合唱呢 那商务方面 王俊凯本月也新增了一个面膜代言 总数14个 Top 4 成益 本月热搜上榜47次 总话题阅读量22亿 狐妖王全篇的沙青 以及新剧赴山海的官宣 让成益本月的热度持续高涨 目前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预约人数 已突破100万 可算是给制作方恒星引力 一针强星计了 另一方面 新剧赴山海的开机 关键词大概就是人山人海了 又适逢成益生日 看看这盛大的开机仪式 数以万计的现场粉丝 这规模大概率是内于近几年之最了 当然也再次验证了成益的人气 搞笑的是 这哥们当时也嗨了 都要离场了 推都推不走 突然他就唱起来了 而且还是莲花楼的主题曲 看看前面助理的表情 估计内心是这样的 快走吧 我的火宝 小秋水 这个角色 哥哥一定会好好演 怎么滴 成益 戴上墨镜 你就拥有一人的自信了 另外 因为担心剧中某位演员 此前的黑料 有可能影响剧集的正常播出 粉丝们抵制的声量 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商务方面 本月的诚意迎来了井喷 居然一共新增了五个代言 总数也已高达20个 势头强劲啊 Top3 王一博 本月热搜上榜66次 总话题阅读量29亿 从热搜词条上来看 王一博本月的话题可不少 首先 是他参演的维和防暴队 最终以超过5亿的票房成绩 领跑了这个5亿档 虽然本片的剧情口碑都不尽人意 但的确是间接证明了 王一博的票房打底能力 毕竟这部电影积压两年 又经历了删减 重拍等过程 有这样的票房成绩也还可以了 然后就是他纪录片的拍摄 以及作为奥运资格赛 上海站推广大使的一系列活动 那这两天 有关王一博身上最大的热点 应该就是白玉兰奖的男主 提名有男二王阳 却没有男主王一博 而瞬间引发的粉丝不满 虽然在上面我已经提过此事 但在这儿还想说的是 无论粉丝们的愤怒点是什么 是否有理 以内娱的舆论环境 这种声势浩大的声讨行为 都是不可取的 这样于事无补 最后还有可能会连累明星 未来的影视资源和合作机会 商务方面 王一博本月又新增了三个代言 总数升至27个 目前是内娱第一 Top 2 肖战本月热搜上榜51次 总话题阅读量29.4亿 不容易啊 藏海传都要杀青了 终于有一张官方图了 热度瞬间拉满 这个月的肖战几乎是没有什么公开活动 一直在剧组埋头苦拍 虽然倔强的他依然穿着羽绒服 但只要有户外戏份 藏海传的路透依然是不间断的流出 早期剧组和粉丝们还各种抵制 但架不住好奇啊 看看这热搜词条 看看这些路透视频的点赞量和观看量 你就知道 代拍们为什么翻山越岭也要拍了 说实话 如果当初剧方不选横电 路透应该就会少很多 另外 随着暑气的临近 有关射雕和时定档 和肖战的下部参演剧集 也是各种猜测 当然这都是常态了 但凡有关肖战的消息出来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有一堆媒体或自媒体各种分析解读 提前预告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可能比肖战自己都了解肖战 但没办法 关联肖战可能就意味着流量吧 代言方面 肖战本月新增一个全球品牌代言人 总数依然保持25个 数量和质量依然套 Top 1 张若云 本月热搜上榜113次 总话题阅读量102.8亿 庆余年二 自5月16日开播以来持续登顶 虽然也经历了巨红是非多的阶段 但从第四集爆乐楼大乱斗 第九集范贤收服邓紫月 再到13集剧情逐渐回归全谋主线 口碑也因此逐步回升 一部电视剧 时隔五年才上映第二季 保住了口碑 确实难得 而收视率与热度方面 都不能用遥遥领先来形容 直接是碾压式的垄断了 那毋庸置疑 我们的小贩大人自然荣登本月的热度冠军 剧中的张若云不仅人更帅了 表现简直可以用游刃有余来形容 总又忍不了 刚又顾虑多 非英雄也非枭雄的普通人范贤身上的 这股人味他都精准拿捏展现出角色的多面性 当然巨火人红 看张若云这长长的高达上百个的热搜清单 可不仅仅关于庆余年的剧情 有关张若云的家庭 以及早年与父亲的恩怨 也自然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那商务方面 本月张若云的代言可谓是井喷 以往品牌多是在演员非生之后紧急入局 更加稳妥但也错失了第一手热度 而庆余年二显然打破了这种常态 剧位开播 张若云的商业价值就已经拉满 加上本月的三个 自进入2024年 他一个人就新增了9个代言产品 累计代言17个 达到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因此大家必须得感慨一句 演员还得靠作品啊 那好了 小伙伴们 本期的盘点就结束了 这里是文TOP10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